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在采取月亮之后 上俄6号返回地球的黑科技 成为全世界媒体的热门话题 当时上俄6号以31马克速度 在大气层边缘进行90度的拐弯 以完美的姿态返回地球 准确着陆于中国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的区域 上俄6号返回地球时的最高速度达到31马克 这一次超越了奥特曼的速度 成为预金为止速度最快的返回式航天器 马克宋是速度与阴速的比值 阴速在不同的高度、温度和大气密度的状态之下 具有不同的数值 因此马克宋只是一个相对值 空气中的音速在一个标准大气压和15摄氏度的条件之下 约为每秒340米 日马克指飞行体 在海平面高度的时候每秒340米 或者每小时1224公里 而随着高度的增加 大气温度的降低 音速值也会下降 例如在2万米高空的音速值 大约为每秒290米 而到了100公里左右的卡门线 也就是大气层与外太空界限的地方 音速值会更低 如果不考虑高度和温度的变化 上俄6号的31马克速度 大约为每秒10.5公里 上俄6号的31马克速度 已经高于第一宇宙速度 第一宇宙速度为每秒7.9公里 大约为25马克 目前射程最远的洲际弹道导弹 的最大关机速度是25马克左右 而上俄6号的速度超过了目前射程最远的洲际弹道导弹 同时上俄6号的弹道是十分诡异 载入点的高度为5000公里 是打着水漂返回地球 其后半段的弹道就好像是一枚乘波体扣形的高超音速导弹 这一次上俄6号返回地球 完全是按照前学森桑格尔弹道回来的 进行了太空打水漂的机动 而且是两次弹出大气层 两次再进大气层 先后打了两个水漂 前学森桑格尔弹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桑格尔弹道是由德国科学家教授 桑格尔提出于上世纪的30年代 桑格尔设计上一种火箭发动机的飞行器 发射后先爬升到100到120公里高度的临界空间 然后向下俯冲 在大气边缘弹跳地飞行 这个就是著名的桑格尔弹道 此时在美国的科学家前学森提出了一种夹身的弹道设想 先是用火箭发动机将飞行器推迅纵入太空 轨道的高度200到300公里 然后再调头俯冲 进入大气层高度100公里的卡门线下方以后 就以滑翔的状态前进 这样可以用较小的燃料消耗 获得较大的飞行距离 前学森弹道的主要特点 是飞行器由火箭助推 先飞出大气层 然后在大气层边缘进行滑行飞行 而桑格尔弹道更加似是在大气层里面 跳跃地打水漂 后来有人将两者统称为前学森桑格尔弹道 上俄6号的轨道器和返回仓 在南大西洋海域上空5000公里的高度 开始装订返回地球的轨道参数 返回仓以31马克的高速呈弹道式下落 在距离地面大约120公里的高度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边缘 开始第一次气动减速 经过第一次气动减速的返回仓下降至预定的高度 大约80公里 然后返回仓翻身调整气动的姿态 在气动的作用之下 掉头再次向上弹跳 跃出大气层 到达一定高点以后 转身向下 第二次进入大气层 开始实施第二次的气动减速 这个打水飘的轨道 学名为地月自由返回轨道半弹道跳跃式着陆技术 返回仓在距离着陆区几千公里的很远的位置 第一次进入大气层 随后返回仓被上层大气弹回上太空 最后返回仓再次进入大气层 减速至开散正常着陆 这个过程大约是相当于一次 洲制弹道导弹的承波体高超音速战斗部的水飘达放 上河6号使用独特的两次打水飘返回弹道 即是半弹道跳跃式返回技术 这是针对上述所说的上河6号高达31马克的载入速度 如果上河6号的返回仓直接以这么高速返回 几千度次热的气动加热将是极为剧烈 上河6号如果单纯的采取防热的措施 就会大幅度增加返回仓的重量 由于上河6号的高度和直径都是1.25米 重量只有300公斤 是不太可能好像几吨重的神舟飞船 这样大量肤测隔热瓦 必须结合跳跃式返回弹道来减速 延缓气动的销墙 因此必须为上河6号返回气 进行大气层减速 于是中国航天工程师们 就按照前学森桑格尔滑墙弹道 设计了一个比较平缓的两次打水漂跳跃 弹出大气层的返回弹道 这样就将上河6号返回仓的销墙 控制在理想的范围之内 上河6号的整套动作就好像是两次打水漂 也称为半弹道跳跃式返回技术 半弹道式的返回并不是中国的独创 当年苏联和美国都应该是试过 包括苏联的桑6桑7桑8 三次探月返回的任务 以及美国阿波罗登月的无人飞船任务 但是美苏的半弹道跳跃式返回 都是比较粗糙的 他们两次起跳的高度是较低 行情增加是有限 而且落点的精度不差是有几百公里 而中国将这种技术发扬得非常之好 两次起跳横跨6千多公里 最终落点是十分之精确 这样说明中国的返回仓控制和姿态都是非常完美 尚俄6号甚至于尚俄5号的着陆点 相距只有1.85公里 那还已经计算了 没端开降落散的飘移量 如果没有降落散 那没端精度几百米是可以做到的 尚俄6号的落点精度非常高 最后的落点与基本瞄准点是极为接近 几乎是达到了最理想的状态 目前这种技术已经被应用于最先进的 洲制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的突防措施上 大家还记得中国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 这种高超音速导弹 就采用了打水漂的技术 以高超音速在大气层边缘 连续的打水漂达防 就让强敌防不升防 如果尚俄6号的返回仓装有核弹头 那就是一枚具备乘波体高超音速战斗部 先进突防能力的洲制弹道导弹 国防报网7号的消息 根据年度计划和中白双方共识 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军队 将于7月上中旬 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市附近地域举行 红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 这次联训以执行反恐怖行动任务为背景 双方将采取混编同训的模式 共同完成營救人知、联合反恐怖行动等课目的演习 旨在提升参训部队训练水平和协同能力 深化两国陆军务实合作 中国联合多国共同制定的智能航运领域国际标准 旋在网络安全风险评估近期正式发布 该项智能航运领域国际标准 是全面对标国内外海市公约规范和标准 规范了旋在网络安全风险评估要素、流程 以及旋在系统安全风险识别分析和评价等有关的要求 并创新性提出 基于举阵原理的定量风险评估方法 中国、美国、丹麦、比利时、日本、韩国等九个国家 共同组建国际化专家团队 协同开展该项国际标准研制工作 在制定过程中 汇聚了来自标准化、船博总体设计、船博检验、 船博、建造、讯息技术研究和设备研发等相关方的智慧 晶体是电脑、通讯、航空、雷射技术等领域的关键材料 传统制备大尺寸晶体的方法 通常是在晶体小火粒表面 自下而上层层堆砌原子 从地基逐层砌砌砌砌大尺导 最终搭建成楼 北京大学科研团队在国际上 首创出一种全新的晶体製备方法 就让材料有如顶着上方结构 往上走的顶竹笋一样生长 可以保证每层晶体结构的快速生长 和均一的排布 极大地提高了晶体结构的可控性 这种掌材料的新方法 有望提升晶片的整合度和算力 为新一代电子和光子绩体电路提供新材料 这一项突破性成果 于5号在线发表于科学杂志 北大物理学院凝聚泰物理与材料物理研究所所长 刘开辉就说 将这些二维晶体 在用作积体电路中晶体管的材料时候 可以显著地提高晶片集成度 在指甲大小的晶片上 晶体管密度可以大幅提升 从而实现更强大的运算能力 此外这类晶体也可用于红外线波段变频控制 可望推动超薄光学晶片的应用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如果有关订阅或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或是发电邮给我们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